目前台灣已經取消了實聯制了 很多人覺得這樣進出場所很方便 但也有人覺得因此而害怕 原因是因為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取消實聯制 讓大家呢在生活當中太便利了 甚至連口罩都戴不好了 買菜不用掃實聯制好像更方便 但阿伯口罩還是要戴啦 你不要挂口罩呢 雖然民眾已經有和病毒共存的心理準備 但防疫動作似乎也跟著鬆了 口罩沒戴大娜娜騎車逛市場 讓不少民眾還是擔心 只好自己保護自己 要下載社交距離APP 也讓長輩無沙沙 我告訴你 也割兩人 我們再來要保護自己 應該要去我們的無沙沙 公園阿伯更離譜 整群納涼聊天 整個聊開了 口罩掛在下巴 雖然是空曠地區 但彼此距離這麼近 口水亂噴 真欠佛 公園就在學校旁 疫情傳染力這麼強 讓家長也擔心 學校變成染疫高風險區 不用食聯制 不代表就可以不戴口罩 要與病毒共存 大家還是要嚴守防疫規範 過渡期亂象一大堆 民眾無奈 不守規矩的人 還是有 只好自求多福 記者高雄總報導 在高雄則是有3C店員 他們PO出了影片 感嘆做服務業真的很難為 原來是這個太太到店裡頭 買平板 明明已經開了發票交易完成 卻因為自己開車為停 被警察開了紅單 把氣通通出在店家身上 嚷嚷著要退貨 但實體店面的規定是不能退貨的 到最後呢 只好把警察大人都請出來 明明發票都開了 夫人卻堅持要退貨 讓3C店員好為難 連員警都看不下去 嗆爆夫人 實體店面一旦售出 就是不能退 夫人就是聽不進去 還開始批評台灣法律 3C店員PO影片 到處服務業心酸 原來富人來買平板 但因為開車為停門口影響機車出入 被人報警開紅單 夫人移完車回來 就開始破口大罵 吵著要退貨 因為他覺得來消費很倒楣 花錢買東西還被開單 網友看了也很怒 說真的牽托一堆 完全是個人教養素質問題 在美國的話 就會直接把人帶走了 警方最後好說歹說 才把富人給勸離 只是因為違庭被檢舉 就吵鬧要退貨 難怪店員這麼無奈 感嘆是服務業的悲哀 記者宋佩成高雄報導 這是在新竹 圓培街上所有一根電線桿 突然電線走火 冒出了大量火花 嚇壞民眾 台電人員貨報到現場 才知道原來是因為松鼠 又是小朋友了 碰觸到了線路開關 才會出現瞬間跳電 小松鼠又出來搗亂 讓電線桿變仙女棒 另外就要來看到 是第一波的梅雨封面 即將要報到 從今天傍晚開始 會從變天轉成有雨的天氣 那麼預計到了星期天 也就是勞動節當天 受到封面影響 會一路下雨 而且是下到了下個星期四 那麼這幾天溫度比較高 也會從今天開始降溫 大概有10度左右 把握最後的好天氣 很多民眾是來到了彰化 去看金針花海 擔心人潮聚集 假日還會有限制 黃澄澄的金針花海 燕黃亮麗 滿開怒放 山坡上迎風搖曳 接近母親節正式金針花季 有民眾搶在廉價前 先來賞花避開人潮 藍天綠地 藍天相間如畫美景 大自然最美的調色盤 現在開花僅僅兩成 就有如此美景 但從週六五一連假起 將管制人潮 一次放行20人避免群聚 疫情影響人潮比往年少了三分之二 而未來更讓他們擔心的是 首波美雨封面報導傍晚過後 將開始影響台灣 北部東部降雨增多 在台灣附近是處於一個盛行東北風的環境 所以在迎風面的北部以及東半部地區 降雨時間比較長 周日高溫暴跌十度 開始連續五天降溫下雨 而且全台都有感 一路下到下週四 時時涼涼 揮別這幾天艷陽高照的好天氣 捷尊部綜合報導 在屏東有一名25歲的駕駛 喝了酒開車 結果後來開到睡著了 自己跑去撞路邊檳榔灘的招牌 還整台車失控翻車 最後自行脫困 衝到派出所報案 不過警方也發現 他酒測值達到0.45超標 要來看看這個離譜案例 凌晨三點多 監視器拍下自小客車 直接翻車 二十五歲駕駛撞上檳榔灘 失控兵掐 發出巨大撞擊聲 嚇壞出戶 像打了一樣生意 一片狼狸 真的不能酒駕還開成這樣 真的 夜酒淡寒有夠雖 不管是招牌 還是做生意的台子 面目全非 玻璃碎滿地 損失慘重 駕駛床貨後自行脫困 還跑到派出所報案 但警方調查 原來駕駛開車開到睡著 全身酒氣 酒測值高達0.45 自裝翻車 加工事故 駕駛人 酒測值超標 高雄一名大貨車 駕駛更離譜 大貨車違規開進管制區 當場被警方攔下 來 都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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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一臉心虛 原來不只駕照 早就被註銷 上工前還小酌高粱 酒測值高達0.87 酒後上路拿命開玩笑 酒後不開車 酒駕宣導已經講到爛 但還是有人心存僥倖 這回大貨車駕駛被重罰 恐怕得吃上30萬元罰還 還得被依公共危險罪 移送罰辦 這瓶床高雄 送我報道 氣不好 可是會讓免疫力低下代謝不平衡 皮膚狀況變差 旺旺推出的夢夢水 就是要解決 大家煩惱的好幫手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也歡迎大家掃 左下方QR Code 或是上快點購網站訂購